我们在练功的时候 获得整体的实相 就是 锚尖 焊背 固框 尖锡 使我们形成一个 非常结实和有力的 钢架结构一般的弹簧体 这个状态 形成既有力 它又是有弹性的活性 所以说 我们在练功的时候 一定要牢牢的把握住这些药领 通过药领的训练 我们进一步 产生我们的内在的气压 也就是所谓的 丹田之气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丹田气的培养 并不是我们调整呼吸形成的 丹田气的培养 是通过我们形体药领的连接与搭配 而自然产生的 我们内部气血的扩张与膨胀 包括我们胸腔 我们腹腔 以及我们胸腔的 这种同步的仗说功能 这在我们一拳里面 称之为体呼吸 我们做什么 我可以